女生一定試過, 煮瘦身餐 你煮過什麼食物呢? 多數是小油蔬菜 肉那些沒什麼煮, 瘦身餐 當然是小肉, 不是很鹹肥嗎? 吃沙律, 還有灑菜, 灑肉 如果肥媽教你煮瘦身菜 你想媽媽教你什麼餐單呢? 可否不要炒某某把灑? 吃肉, 但又不肥的肉 真的很貪心 吃肉, 又不肥 是 這個男朋友要嫁給肥媽 肥媽, 你這次真的要謝謝我 我因什麼解救要謝謝你? 你又誣人成功, 廣價成功了 廣價是我的興趣 我正職是在網上看東西 懂得看當然是看留言 我看網上寫, 叫你煮什麼? 煮西蘭花和金菇一定行, 可以爆血 這兩樣東西有什麼特別功能? 不是特別, 是特別功能 聽說吃西蘭花和金菇可以極速瘦身 所以OL很喜歡 不, 肥媽, 你也可以嘗嘗 什麼意思?就是說我胖, 你現在想死? 為什麼? 我想你吃完, 健碩一點 我也有看, 他們把西蘭花和金菇白煞 又沒有油, 又沒有糖, 又沒有鹽 吃得嘴巴, 這樣就敢瘦了 不要緊, 媽媽, 你有名的 是一雞十吃的 那行了, 西蘭花十吃 金菇十吃, 加上二十多吃 怎樣瘦都瘦得飽 那你煮吧, 不用我煮了 這樣就… 我煮嗎?我只是白煞而已 媽媽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是水果類 是一種食材類 是的 因為我吃什麼呢? 譬如加州卷或日式卷 你很喜歡放幾片牛油果, 很好吃 豉口, 來, 你告訴他 是 這些牛果比較小 是 這些是哪裡?是哪裡? 這是瘦, 對 澳洲的比較漂亮 澳洲的比較大 是, 煮出了 但是我通常去超級市場買 我經常覺得很難選牛油果 因為這些青皮皮切開, 生是不能吃的 我經常想找一些熟的黑色 因為回到去, 馬上切來吃 但很少有黑色的 對, 黑色很難, 太熟了 你問一下, 試試看吧 沒錯 最好選什麼顏色? 最好差不多綠色, 轉黑色也來試 轉一點就不行了 按下去 有彈性, 油軟有彈性 牛油果就很好吃 有些很軟的, 按下去 很軟的 不可以了 太熟了 不可以了 如果全世界而言, 哪道牛油果是最好的 還是澳洲呢 澳洲 這些很多條 是的 我們中國人稱它為鮮 是 日本人稱它為鰻魚 是同樣東西 是的 會是朋友 是的 但是有時候媽媽 我發現買鮮回去煮時會有些泥味 怎麼搞呢? 這個你就要問老闆了 回來的鮮, 新鮮比較沒那麼爽 通常要過濾, 養一養 養它十天八天, 沖走泥味 它喝、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它不是在泥堆裡吃的東西 在這裡煮一下 對 這樣就過濾了, 它就沒有泥味 媽媽, 我看到一些好東西 有很多鮮, 原來下面暗藏了暗格 是鮮黃, 以台灣鮮黃有什麼不同? 這個比較脆 比較脆 我來看看顏色有沒有不同 很脆 像蛇一樣 這些那麼粗 對, 這個很粗 對 這個很粗 你嘗試捉牠, 媽媽 你捉牠 我先嘗試 牠咬你, 純粹了… 純粹了, 養了很久了 純粹了 很瘋 很灰 我們吃哪一條? 你付錢吧 台灣更便宜, 一百 不, 它是筋, 不是條 對 所以這條也多少錢? 這條很貴 二百多元左右 你決定吧 拿我給我友情家 對, 友情稅要多少錢? 兩塊 兩塊, 怎麼這麼貴? 我想到了, 怎麼可以吃便宜一點 我要這一塊 你真理想, 誰理你, 一半 半魚腩 這一塊, 行嗎? 真的嗎? 對, 每個人不就就 肥媽, 想想一下 教O.L.製作較健康的菜式 很簡單而已 怎麼簡單? 吃海鮮就行了 又沒有肥,又有益,對吧? 你自己想吃海鮮就想吃海鮮 又要賴什麼O.L. 對了,今天做海鮮,適合你 是什麼? 死蛇爛鱔 死蛇爛鱔是海鮮,那我是死蛇 還是你是爛鱔?還是你是爛鱔? 我是死蛇? 你說什麼?我在說你 對 這是我們在旺角買的白鮮 對 你回來怎麼處理它? 因為它已經幫我起骨 回來已經是這樣 因為燒的時候它會彎起 我們用按竹籤撐起它 很多人說去買鰻魚燒汁 有些味道比較濃 那些很稠 鰻魚燒汁很簡單 骨頭起骨,你燒一燒 或者烘一烘 我自己可以自小鰻魚燒汁? 很簡單,鰻魚汁是什麼呢? 青酒,味淋,豉油,麥芽糖 味淋大概80ml左右 80ml? 豉油50ml左右 50ml 清酒20ml左右 麥芽糖呢 蜜芽糖也要多,大約100ml 而且你用熱水塗著它,對嗎? 對,你不塗著它,它不溶 你看看,我們燒了鰻魚,它直接出油 看到嗎? 鰻魚骨會有味道 關小火 我們將… 冰酒 味淋 蜜芽糖 這個還沒溶到,麥芽糖 你放進去就溶了 我們用熱水塗著,它就容易拿一點 你放進去,有什麼不溶? 它會熱的 是 對不對? 什麼都溶了 對了 放一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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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廚師跟我們的做法不一樣 他們放大概400ml的水 再煮乾,這是我家的主婦 我沒那麼多時間再煮乾 是 但如果你想煮得好像… 夠了,我煮得好像萬元汁的味道 萬元汁 萬元汁 真的要這樣,這麼多水再煮乾 好,那要不要迫大火一點? 要,你一定要大火 因為酒味和味道要煮開 然後煮稠 剛才我煮了一點 我麻煩你了,開了焗爐 好,我先預熱它 好,180度 對嗎?180度差不多 因為它很快熟,而且會出油 燒10分鐘再煮一次… 我這裡把蝦乾,生了蝦乾 我把它剪碎 其實你可以用蝦仁,用材料加蝦乾 蝦乾很香 這是什麼菜?椰菜嗎? 是,高麗菜 高麗菜 即是高麗菜煎餅 放了高麗菜 切碎了 放些麵粉 還有就是鹽 鹽 沒錯 看起來的高麗菜 對,我們拌好,它會黏住 好,那我把鰻魚放上去 好,麻煩你 我又加上蝦乾 有沒有說要先燒表面還是底部? 皮… 你先燒肉 先燒肉,好 先燒肉 好,我放進去 比較香 放些蔥、乾蔥頭 開火 高麗菜 和我放少許油,好嗎? 放進鑊那裡 鑊那裡,沒錯 我家裡燒鰻魚真的很嚼勁 我沒試過這樣 對 如果家裡沒有焗爐的時候 你就可以煎 煎一樣,它會出油出來的 煎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這樣 中火還是大火煎? 你慢火煎它 慢火煎? 對 對,一開始就大火 兩邊就小火煎 邊煎邊茶汁 對 這個很漂亮 對 椰菜本身有水分 所以你把它煎脆 放了粉和蛋 煎脆,它在外面是脆的 你吃到裡面是軟的 不用太急 我很想煎這個 但是你不要反照 可以,明白 看煎到 煎到它有一點脆 是 你才會翻它 好 是不是可以了? 你不要烤這臉 還可以嗎? 可以,它會爛的 好…放心… 但是你放進去 我們就一個韓西辣椒醬 一個沙律醬 煎它 好 我想翻一下,讓我翻一下 你看看,我放一下而已 我放一下才好 差不多… 我放好了嗎? 很緊張 不對,它…這裡有些裂縫出現了 這樣焦了 對不起…我翻到… 有沒有彈到? 翻到… 你怎麼搞的? 等一下… 好緊張 怎麼翻到這樣? 不能翻就是了 好像拍動作片一樣,很緊張 另一方面又要看鰻魚了 沒錯 鰻魚果了八分鐘 要掃汁 很漂亮… 是嗎? 對 開始把它捲起來 然後就要燒皮那邊 燒皮那邊,這樣就行了 好嗎? 可能燒一兩次都可以了 二十分鐘左右 你第一眼,有不能墊嗎? 有的…有墊的 否則你們燒完之後 大家要抹就很麻煩了 稍後回來再教 再教兩個OL的保持健康菜,好嗎? 好 肥媽,今天教大家 OL吃健康菜 是 我看你桌上有豆腐和牛油果 是否很健康呢? 真的好像健康了一點,而且更健康了 坦白說,其實我也不需要那麼健康 在我身形 看你就更加不需要了 什麼叫做健康? 好一點,有豆腐、營養、牛油果也好 有雞蛋、有蝦、有雞肉 這樣也叫做齋嗎? 有這些就好一點 你真是離譜 是 不如我請你吃魚生吧 這麼好? 無緣無緣無故有魚生吃? 好… 這是什麼魚?很滑 這只是牛油果,怎麼說? 芝麻醬油而已 吃下去是不是像魚生一樣? 我以為茶餐廳做的什麼蘿蔔、芥蘭好吃 不是 原來牛油果蘿蔔? 很好吃 你教OL這個健康健康大餐 就有這些材料在這裡 沒錯,第一件事 你把蛋打在涼杯上 你打蛋 我把兩顆蔥頭放進雞肉裡 看一看 要怎麼幫你發勻嗎? 發勻之前,你看看多少水 我幫你看看 二百 第一格 二百 二百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 是 二百二十 你放二百二十的水,你先發蛋 我先沾水 這個豆腐 二百二 剛剛好,二百二 我已經可以拌勻 對,已經可以 對了 再拌勻 沒錯 我們把豆腐放在底部 我們把蝦,我們把鹽 這是豆腐蝦仁蒸蛋 沒錯,放一點胡椒粉,發胡椒 你的鹽,你的… 蛋也加一點鹽 蛋也加一點鹽 好 你把它拌勻 如果你想更滑一點 就放一個篩,把它拌勻 為什麼無緣無故加豆腐蒸蛋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健康,又更滑一點 蛋已經滑了 你應該這樣滑豆腐,更加滑 這樣可以倒進去 對 蒸完灑蔥花上去就行了 好滿 保鮮紙,然後要包著 對,你用保鮮紙包著它來蒸 這樣就包著它 對了 就防止它出現豆皮的情況 對 對,水滾就放進去 水滾才放進去 滾了嗎?你的水,可以放了嗎? 剛剛滾 說時時辣時快,它就滾了 問題來了 怎樣? 蒸蝦仁豆腐蛋 是不是滾水蒸? 大火還是中火比較穩定? 大火 最大火? 對 十分鐘? 你應該是八分鐘,你看一看 有時候不是蒸得完全熟 蒸得有一點故障 冷藏… 你就關火了 它正在蒸的,吃了也不是 對,因為關火後 它還是在煎 蒸 我放一點鹽 少許紹興酒 胡椒粉 這個就做另一道味 牛油果,雞肉是什麼呢? 漢堡,扒 煎過漢堡扒? 我放了鹽,我也放了… 一點點的生抽 讓它調味道出來 有胡椒粉,有材料 要放一點油嗎? 少許不用 不用油嗎? 你要什麼? 生粉? 生粉,對 好,需要多一點? 多一點點,好 牛油果真的很好 對 因為整個果是含有的脂肪 對,可以降低身體內壞的膽固醇 沒錯,那我真的要吃東西了 對,你有很多壞的膽固醇嗎? 因為跟著你,貼著你 你就是我的膽固醇 怎麼會? 你就是我的膽固醇 你吸收了我的膽固醇 所以吸收到我這樣 所以媽媽就這樣 什麼意思?媽媽怎麼樣? 你是好的脂肪 不是,那你真的… 好的脂肪就好 好,可以拿走 真是離開 你想說什麼?你看什麼 我們拌勻了 我又想牛股不要弄掉 有口感在這裡 對,你先將牛油果打溶,對嗎? 對 我剛才加了包糠 因為牛油果塞了 我加了包糠 讓它吸收了牛油果的水分 我剛才把雞的漢堡扒 中間就放幾粒牛油果 變成雞肉吃少了 牛油果又健康了 有口感 對,沒錯 其實最好煎 就是現在這樣包了牛油果之後 放冰箱15分鐘 冰箱比較好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包糠會吸收了水分 雞肉也有水分,牛油果也有水分 因為雞肉這麼厚 雖然裡面有牛果 但我們要慢火煎一煎 蒸蛋是不是可以了? 七分半了… 七分半了,你就看一看 蝦也開始變色 差不多了 你怕就把蝦剪掉 剪掉 對,慢慢煎就變得漂亮了 不知道牛油果會不會熱得有點融 少許吧 不會融化 先收拾東西 待會再做漢堡一起吃東西,好嗎? 好 我又來了,芥末豉油 我嘗嘗這個… 當時是你 蘸芥末豉油 我嘗嘗牛油果和芥末豉油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友善 想不到吃一盤 真不太行 不太行,就當你好吃嘛 是啊 如果你教這個OL美食餐 每天的OL都沒人做過,回公司 每天回公司都充滿朝氣和希望 沒錯,先吃這個餅 很香,你這個煎了幾天之後 這裡有兩塊 對,這個最漂亮,我要這個 你真的很貪心,你真是 出名了,你看這個 對 這是什麼?高麗菜煎餅吧? 高麗菜煎餅 真的要大家學做這個 蝦乾了 什麼事? 一邊咬,一邊生蝦乾 味道不出來了 因為我們沒有味道,只有… 沒有加鹽,沒有加鹹味 有…少許鹽,少許鹽,少許鹽 就沒有了 完全靠蝦乾的味道 家裡的燒賣魚也算是這樣的 兩個字,同樣的,招職 很招職,家裡的燒賣魚 什麼叫同樣的?現在我很招職嗎? 不,在吃東西方面 那個字滿和字信令你… 我不是招職 我們不是用招職的兩個字來講的 用滿足 滿足,同樣的 很招職 真是狗口醬不出醬牙 招職 只有狗牙,行不行? 皮很硬,這樣咬下去 你塗了鰻魚汁上去,很香 很棒 爽的,它還是爽的 魚肉那麼爽,魚身 你看這個豆腐和蛋 謝謝 給蝦 我們通常吃滑蛋滑蛋 加上豆腐,真的會融進去 我還在回味線,很好吃,很甜 我先嘗嘗 現在咬下去,簡直是很滑的感覺 豆腐要混合在一起 如果你不是看著,你根本不知道有豆腐 真的,我不看 真的吃不出 但是你感覺到有豆腐的味道 對了,但是你吃不出 它真的很滑 有時候去野餐,去燒東西吃 不要每天都燒雞翼 拿這個燒真的不是叫滿足 真的是超級 在燒烤爐那裡 你燒什麼?你吃吃看 還有油滴的時候 燒鰻魚 火還要更猛 這個考慮一下 好 去燒東西吃,燒鰻魚好 好嗎? 跟你去燒東西吃也好 跟我? 當然跟你去 跟你去燒東西吃,一定有很多好東西 來…想到燒鰻魚 一定有加上燒龍蝦、燒扇貝、帶子 想不定你再燒雞翼 真的很好 乾杯媽媽,就是這樣 這個星期六日,叫上伯父 一起去 他想叫我燒什麼 我契仔叫,我一定做的 不過你去買菜吧 就這樣,再見 謝謝 蒸蛋的時候 像媽媽一樣,加一些滑豆腐 吃起來會更滑 味道、口感的層次又豐富 最重要是要更健康 而且豆腐還代替了部分的蛋 可以減少吸收膽固醇 喜歡,因為有心思又健康 你喜歡,你就會知道 這家店很新鮮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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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 你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你喜歡 我喜歡 你喜歡 我喜歡